释迦牟尼乃至一切佛陀通过觉悟 就是一切佛陀通过觉悟都可以获得识好 如就是如来 英共正辩知 明行足 善事 世间解 无上事 天人事 佛陀 伯家凡 什么叫如来呢 就是我们最常说的佛陀的名字叫如来 如来者 未依于如实道而来 亲正如实境界 顾名如来 但是如来作为佛 他并非是上帝这种上帝之类的 因为世家他否定有我 就是否定了存在上帝造物主这样的存在 所以如来是佛 他并不是像西方式的上帝 他只是具有一切众生不共的智慧 什么叫一切众生不共的智慧 不共就是独有的 独特的 就是一切众生没有的那种独特智慧 在阿含经中 佛陀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智慧 能力和功德 总称十八不共法 就是有十八种别人没有的独特智慧功德 这十八不共法呢 就是十利四无畏三念著与大悲 十利加四无畏加三念著加大悲 加在一起 这叫十八不共法 十利是指十种智慧力 处非处智力 业一熟智力 净虑解脱智力 一共十种 我就不细解释了 四无畏稍微解释一下 第二类叫四无畏 四无畏又叫四无所畏 就是佛陀说法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四种无畏之相 一切至无畏 漏尽无畏 说账道无畏 说尽苦道无畏 这个可以展开一下 所谓一切至无所畏 就是说 我以德正觉 得安稳 而无所屈服 故 无所畏惧 第二个是漏尽无畏 是说 我诸漏已尽 已得解脱 所以不畏不外难 第三个无畏 说账法无畏 是指 我已能真正显示 一切障碍涅槃之法 而不畏不任何非难 第四个 说尽苦道无畏 是说 我已能宣说 真正的出离之道 所以无所畏惧 这是十八部共法的第二类 四无畏 第三类 叫三念注 就是关于佛说以后 听众 是信受奉行了 还是不信受奉行了 的三种 第一念注 对于佛说 信受奉行者 心平等 不生欢喜 安住正念正志 就是听了佛说之后 相信了 那我也不生欢喜 第二念注 对于佛说 不信受奉行者 心平等 不收忧恼 安住正念正志 就是说 我说了法 你听了之后不信 我也不生气 第三念注 对于佛说 信受奉行 与不信受奉行者 心平等 不生欢喜 安住正念正志 就是说 我讲了法之后 你们信不信也好 我都无所谓 安住 正念正志 第四类 十八不共法 第四类是单一的 叫大悲 大悲 是佛陀的一个别号 又称大悲心 因为佛陀悲悯一切众生 所受的世间种种苦 欲拔救众生 令其解脱 这个心 就叫大悲 而这个大悲心 是与一切众生平等而起的 所以他的这个心 起心就非常高级 叫无上无等 这颗大悲心 是无上无等的 他超越了一切众生的 有限悲心 所以无上无等 这十八不共法 就显示出佛陀 度化众生的智力 能力 慈悲心 等等 这一切众生皆不所及 所以叫十八不共 十八不共法 是小乘阿含部经书的 记载的 在大乘经教里 十八不共法的内容 是不同的 列举的更多 我们就不展开讲了